傻瓜 欸!你這個怎麼用的? 這樣我們一起來告訴你吧! 因為這個產品呢 特別加上這個機關 轉一下就可以把床鄰帶動到那邊 這樣子的話 他抱小孩的行径会比较方便 床林里面还有附加音乐林 音乐林是使用遥控器进行开关的 床林里面也有香包 香包是可以拿出来替换的 音乐林它是使用暗扣的方式 之后也可以把音乐林拆下 床林上下部分可以拆 音乐林可以拿出 再来将音乐林后面的魔鬼再撕开 将钩子抽开 把音乐林拿出来 拿出后盖让音乐当安抚玩偶 所以他刚出生刚满五个月之前 我们都将他转为黑白的这一面 然后呢 当他满六个月之后呢 我们会将他转到 有颜色的这一面 这是我们的手摇铃鲨鱼 里面是鲨鱼 这是我们的海马里面中的是铃铛 这是我们的啾啾鱼 这是我们的海龟 手脚都可以拉着 将二层纱布从床林中拿出 放出二层纱布 抓可当安福坦使用 安福坦反折后可变游戏盘 翻过来之后 第一个游戏是海草形状配对游戏 再来第二个游戏是保障积木游戏 第三个游戏是颜色配对 夹制是从这个收纳带里面拿出的 第四个游戏是钮扣和按扣游戏 上面需要的东西也是从收纳带拿出 再来第五个是脚印方方卡 可翻开翻翻卡背后有指令可造作 以上就是我们游戏的所有内容